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烦事就推给别人的只要漂亮脸蛋的谄媚女人 一个宽松后门入职的助理 这天一个工厂负责人胖虎想让小夫帮助自己工厂融资 不然自己的工厂就会倒闭了 胖虎实在没办法了 都给小夫下跪了 小夫就告诉胖虎说融资会想办法的 小夫也不忘给胖虎贴个标签 可悲的男人 可是回去后 小夫却帮助另外一家公司融资成功 就没有管胖虎的工厂 晚上坐出资车回家的时候 因为司机收取小费 小夫依旧不忘给对方一个标签 可是回头一看 发现自己身上被贴上了标签 刁钻难缠的客人 而且怎么撕都撕不下来 洗澡的时候都把衣服脱了 可是标签还贴在自己胸口 想撕也撕不掉 换了衣服也会跟着动 而且标签只有自己能看见 别人看不见 在开会的时候 在讨论胖虎工厂融资的事情 小夫为了业绩 依旧不肯帮忙 就被在座的所有人贴上了标签 就找到自己的助理 询问自己是不是冷血人渣 可是自己的助理还真是一个耿直不爱 说小夫是一个冷血人渣 而且标签上的评价会随着别人的想法而改变 在小夫说请大家吃饭的时候 身上的不好的红色标签就变成了好的蓝色标签 第二天小夫就找到自己的助理 说要帮助他完成工作 果然属于助理的那块标签就变成了蓝色 还买来咖啡请大家喝 小夫看到自己身上好的标签 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 就变得对自己的标签在意的不得了 帮助清洁大妈打扫卫生 请自己的下属吃饭 可是这天又碰到了胖虎来求帮忙 不是小夫没有办法 是小夫不想帮忙 这下自己身上好不容易得到的蓝色标签 又变成了红色 所以小夫就觉得帮助胖虎 这次终于帮助了胖虎融资 可是自己的助理为了完成业绩做假账 所以这全部的责任都成了小夫的被迫辞职 自己身上的标签再次全部变成了红色 自己的助理还十分虚假的来为小夫送行 自己再去其他公司面试的时候 依旧会被别人贴上标签 最终迫不得已来到一家超市工作 可谓是一下从天堂来到地狱 看着满身的标签 自己实在是很无奈 想起胖虎就来到胖虎的工厂看看 可是胖虎却已经去世了 遇到了胖虎的女儿静香 小夫就将自己喜欢给别人贴标签的事情告诉了静香 因为在意别人给自己贴标签 为了得到好标签才决定帮助胖虎 可是自己想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就哭着给静香下跪请求原谅 可是静香却告诉小夫 自己的父亲说小夫是自己的恩人 这时自己身上的标签全部都飞走了 小夫也终于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和意见 还和静香结婚了 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意见 相信自己 努力做自己 那么大家有给别人贴过标签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我是悟空 我们下期再见